今天依知各局推介是中移动941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早选选原因是 港股近日显著震荡 高息股可视为避险之选 可以作长线收息 高息股除了关注息律 亦需要留意业务前景派息稳定性 行业监管风险等因素 焦点股份留留意中移动 中移动早前通过一项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可以弹性选择派发现金股票 或现金加股票红利 其中派发现金部分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若公司判断业务发展成熟 亦没有重大投资 最少会派8成现金股息 换言之 8成的派息比率 可以视为中移动派息的终极目标 相对于过去两年5成6、5成2的派息比率 有望大幅上升 股价走势上 中移动至第二季以来 呈现下降截型的整固形态 过去半年时间 已渐渐在46.5厘附近打底 投资者可以47.5厘收窄 目标看$51 失手$45自洩 中移动至第二季以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准备 正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